我姐肚子里还有你的小孩 结果你在外面有女人 亲家母是这样教你的吗 当初你那么想取我们名利 怎么可以取到手以后 就不珍惜了吗 亲家母 别说我儿子没有珍惜你女儿 你女儿一天到晚都以工作为主 有时候我看不过去 跳出来念她两句 都还是我儿子跳出来维护她 替她讲话 你自己摸着良心想想看 有人家当媳妇这样当的吗 亲家母 这次是我儿子不对 但名利多少也有点问题 是我介绍她去工作的没有错 但既然结婚了 就必须要多花点时间 经营自己的家庭 就是说 你女儿一天到晚 加班加班加班 我儿子每天下班 回到家都看不到自己的老婆了 你自己想想看哪一个男人长期这样子 不受得了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 全天下的男人只要老婆不在身边 就可以合理出轨了哦 当然说你小孩擦什么嘴啊 外遇就是错 错谁都可以执政 你明明知道建伟犯错 你们还让他这样继续下去 你们做父母的都不用反省哦 所以你现在把罪都怪在我们身上 都赖在我们身上咯 我不用赖啊 肩外遇的是你 背叛婚姻的是你 让这个家破碎的也是你 对 都是我的错 是我有了第三者 但第三者一定是女人吗 婚姻是两人世界 所有破坏两人世界的都是第三者 包括工作 是你让工作介入我们的生活 我每天回到冷冰冰的家都是一个人 我才会认识罗文 她又乖又听话 天天对我虚话很温暖 跟你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温柔的女人 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就已经是这样子了 你要娶我的时候你不清楚吗 拜托 当大太跟当女朋友能一样吗 你就是这样子 我们家见我才受不了你 所以上次你让妈帮你提离婚 那个时候你就跟洛洛在一起了 对 建伟本来想跟你离婚娶洛洛 我们也跟她吃过饭了 谁知道你会突然有小孩 那还真是抱歉哦 会不会坏你们的计划了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你就不要抓牛角尖了嘛 好不好 你就安安心心把孩子生下来 你会将建伟跟任务分开 我不要 我要跟你离婚 孩子我自己养 你想得美嘞 你现在肚子里怀的是我们成家的骨肉 我相信小孩生下来以后 若若也很愿意当他的妈妈 我们成家呢就是一家团团圆圆 要走你自己走孩子不能带走 你太有心了 你跟这些人 要死 金家母 你女人是你生的 你就要好好的骄 有人家当媳妇这样当的吗 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你娶到这样的媳妇 你受得了吗 他在我们家是什么样子 你也都知道 反而是我儿子常常跳出来替他说话 这些话走到哪里讲我都有理 是啊是啊 亲家母啊 男人感情一时失控在所难免 我不是说我儿子对啊 可是你看建伟已经认错了 那我们就大事话小 把一切事情就想开一点 我们不要闹僵了嘛 原来在你们眼里 对婚姻不忠是一桩小事 我老怪名里 工作太忙忽略家庭 现在看起来还真委屈他了 我真希望有一天你跟明丽换个位置 每天早起晚睡 再忙也有家事等着他做 老公还在外头搞个女人 你们根本配不上我女儿 亲爸 不换了